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早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要来分享两个主题 今天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从商业智慧来去销售的 另外一个是文字探勘 文字探勘应该是 之前上一次是我在政大教书的时候 跟他们分享的一个模组 那今天应该是第二次来分享 因为大数据分析里面当然 透过机器学习的方法 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增结 决定来说 能不能找解决商业的问题 当然可以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视觉化 视觉化让别人看到之后 我们一起去想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然后想策略 这样子的话有助于我们的一个 政策的一定跟改善 这就是我们用这个化分析的主要目的 那早上会停留在商业智慧 下午才会进步到文字探勘 好 我们就先来开始讲一下 Power BI这套软体 Power BI这套软体 从2016年开始 它就在BI类第一名 那之前是哪一个软体呢 我听方老师讲 我们学校大家都很熟悉了解 是Table 可是我建议各位 难得有两套软体都很熟悉 像我我就是 我的所有的研究都是用Table 来去做的 所以你也可以问我 私底下问我Table 然后呢 2016年开始 它一直在主推免费 你想免费的软体 大家会想说 我先进入到商业智慧类的软体 我先用一看免费的 所以它就直接从第二名 一直要升到第一名 一直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下降的趋势 那 这两套软体最大差别 简单说 就是一个要付费 一个要免费 那 我们呢 就直接 开始讲用时间的关系 所以就赶快先来讲 Power BI 怎么样去做大数据分析 然后 它在这里面 要解什么问题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下载範例 下载我的範例 我的範例 已经写在白板上了 就是 讲义的第一页 我已经有告诉各位 我的範例讲义都在那个地方 所以邀请各位一起动手 做这件事 这是什么事情呢 因为我的範例讲义 都是在那个HTTPS以下 所以 我就用 Chrome浏览器 打开 然后 接下来 这个 这个网址的地方 网址的地方 就请输入 HTTPS 帅号斜线 go.gr 斜线 YPZ R X P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R要大写 R要大写 X要小写 P要大写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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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我可能 我可能这边我先把画面 还给 就是 先广播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R要大写 这个T要大写 然后Enter 我把我历年所有的课程 那个 全部都摘录在这个地方 像今天我们的课程 其实我要教的是 产品获利大数据分析 就是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就是 我想要 有获利 获利高的 我才去 继续生产 或者是去做 产品的改造 或者是 打广告 那如果说 那个获利很低的产品 我们要不要再继续去 做什么 通知新客户来看 什么新产品发表 就不要了 可以了解 这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还有 就是下午要跟各位分享的文字 探案模组 这里面是不是有讲义 讲义 我已经请黄老师 寄给大家了 所以 应该 大家可能 还有这个纸本 纸本 那接下来 这个范例 上午 我会要用的是 这一个 这个范例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就请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这个档案 下午的范例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因为我不晓得你们要 未来是要走 愚情分析 还是情感分析的文字探勘 所以 我当举了一个我的例子 以防万一 所以我先把它探勘好 我已经把它做完 持平的统计了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 这个档案 其实根本就不要下载 因为下午 我是要教你们去下载的 这样可以了解 教你们去 去 我们一定是探勘那个文字 那个很多很多的文字 那个网络文字 如何去做持平 我们下午就要教你们这件事 所以这个档案不用下载 这个档案也不用下载了 因为本来我是怕说你们到时候去 要软体的安装 所以在这边 我准备了一个这一套 最新版的软体 好 我现在要请你们下载只有这个 上午我们会下载办例是这个 美国超市销售质量 CSV档 我给各位的是一个CSV档 所以我刻意把档名里面 放了一个CSV 所以请点它 大家就可以进行这个档案 办例档案的下载 可以了解 好 那至于其他课程你有兴趣 你自己再去看 那我们就请你就是花一点点时间去下载这个档案 在这里 或者是你自己的第一页 中文 所以你就忘记那件事了 那是别的课程 要选对哦 要选那个产品获利模组 到我那个网站注册 你才能看到说 那个课程里面包含哪些东西 好 那你们互相协助一下下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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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現在有點我的胖子 可以 可是我點別的可以 你要做我的意思 可是別的真的可以喔 因為這個人很安心的方法 是嗎 我覺得我非常難吃的 謝謝 好 我再裁一次是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所以我再裁一次看看 還是會是說出什麼樣的 會有可能會看不到 但是 但是 對 我一把我都改這個只有 那不是一樣的意思 像我這樣 不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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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都得出 因為你看我剩下 現在只插在這套門品 我再繼續教一下 好 那 各位 我們現在就先來開始 那個 所有畫面都關掉了 我們現在要進入到我們的Power BI 然後來去講這件事 好 所有畫面請先都關掉囉 因為Power BI非常吃我們的記憶體 這點各位可能要知道一下 然後最好非常不建議 Power BI加R 你要的話也是Power BI加Python 為什麼 Power BI它是商業智慧的軟體 既然它是商業智慧的軟體的話 它裡面有沒有統計檢例 沒有 大數據分析沒有檢例 你可以去查 沒有任何一篇論文 有講說大數據分析需要做什麼統計檢例 好 比較接近的就只有卡方案 好 再來大數據分析這個EIO沒有機器學習 沒有機器學習 那你一定會覺得好奇怪 總會沒有真的沒有機器學習 大數據分析它有製成一格的技術 然後它要去結合 它是不是要結合統計檢定 要結合機器學習 所以比較好的結合方法就是我們的Python 所以建議不管你Table 最好是也去學Table 就是Table加Python 絕對不要學Table加R 都可以結合 只是我建議各位吃的機器的效能 建議應該是要學Python 好了 我們接下來 我們現在就來把所有視窗都關掉之後 我們就開啟我們的桌面上的Power BI 在講這件事情之前 我還是要先告訴你一下 如果說 因為可能在座的所有老師 你們都沒有Power BI這套軟體 或者是你家裡沒有Power BI這套軟體 沒關係 我先告訴你 它在哪裡下的 怎麼下的 首先在Google 我們先到Google的 這邊會 因為都很簡單 我就先切換畫面 我就先到Google的網路瀏覽器 方便各位檢視 我還是切換好了 然後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要去下載Power BI軟體 所以我當然就輸入Power BI下載 接下來建議各位是到微軟公司 到微軟公司的官方網站 然後接下來 你稍微看一下 再稍微拉下來一點點 它有Power BI的桌機板 Desktop就是桌機 還有手機板 行動板就是手機 還有什麼 還有如果你今天要在我們所有 例如說好了 那個 治理科技大學裡面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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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鎖好了 然後 要做內部部署的話 它也有這一個 這一個 就是讓你去下載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下載是免費的 這邊麻煩不用問我 我跟微軟公司沒有任何關係 這邊是免費 這邊是千萬起票 千萬起票 這絕對不是幾萬塊就可以打發的事 這樣可以了解 內部部署是非常昂貴的 這個策略各位應該也可以理解 我先培養了所有的學生 他們都會去使用之後 他到了社會上去工作 他是不是就只會用這一套軟體 然後就會跟企業講說 好我們企業內部要部署 那就我們去使用這個Power BI Power BI的好處就是個人版免費 企業版很貴 企業版比Tabular很貴 你覺得微軟公司可能會做不用錢的生意嗎 好所以這點也說明了 我不是微軟派來的打手 我只是要介紹這套軟體的好處在哪些地方 好接下來還有伺服器報表 叫Report 報告的Server版 所以這些都是很貴的 所以如果沒有興趣的話 你再去研究 不過要打電話去這個微軟公司 客戶再尋問 這下面就有微軟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好了 重點我們要點這個進階下載選項 其實你點下載也可以 下載就是下載64位元套BI 可是我們通常都是下載什麼 64位元 但是如果你的作業系統是32位元的話 你在這邊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剛剛點的是進階 進階下載 然後請選這個Tranese traditional 然後稍微等一下它再切換版本 你都已經要去下載 繁體中文版 所以它就直接把這整個的頁面 英文變成繁體中文 因為它知道你的幻用語言是繁體中文 然後接下來這邊我們是不是就點下載 下載 下載裡面有兩個 一個是64位元 一個沒有標多少位元的 這個就是32位元 如果你的筆電或者是桌機 是32位元作業系統 這個時候就要請你打勾 32位元這個 Power BI 執行程式 然後進行下一步的下載 那大部分我們的桌機 像我這一台桌機的作業系統 是64位元 所以我這邊打勾 然後點下一步 可以嗎 然後它就自動幫你去下載了 這樣可以了解 安裝沒有問題 就是下一步 你就把它裝完就好了 可以喔 所以下載跟安裝 然後我就暫時介紹到這邊 下載好跟安裝好 也有了範例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第一件事情 打開我們的Power BI 快速點兩下 是不是可以打開Power BI Base Type 好 這邊我們是不是就開啟了Power BI 然後這個是一個 就是起始畫面 起始畫面其實我們可以直接關掉的 例如說起始畫面它告訴我們說 你的第一件事情 應該是要去取得資料 取得我們的數據來源 所以剛剛我是不是提供給你一個辦例檔案 那個就是我們的數據 好 然後再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登入 因為它還是希望你是用登入的方式 因為它的目標就是說 你今天你要去做一個視覺化分析 應該是否一個團體 否一個組織來去做這件事 那既然你要讓組織內 來去看到這件事 那就勢必一定要去做使用者管理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建立了一個使用者的一個 就是登入的一個設定 好 這邊它有Power BI的新增功能 它每個月都在更新 每個月都在更新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最新版 所以等一下我要先告訴你說 我們用的是什麼版本 然後有部落格 有論壇 有教學 等一下我就是要教你教學 而且我的教學可能還比這邊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它偏重的教學是功能 功能的介紹 例如說告訴你枝條圖怎麼畫 告訴你box cloud怎麼畫 可是我教你的是應用 我希望你上完課是要去懂 我們這套模組是要怎麼樣去 看到什麼問題 然後要去討論解決什麼問題 好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層級 可以了解嗎 好 所以就提供給你們參考一下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畫面關掉 所以我現在操作很簡單 就是快點兩下 做面上的這個圖示 這個捷徑 然後接下來 關閉它的其實畫面 其實就只有做任何動作 就麻煩請人現在動手來去完成 打開Power BI 那如果還沒有安裝的 Power BI的老師 做麻煩你 拜託隔壁的同學 來去協助你 我們中間沒有下課 如果說老師要下課休息就自己去吧 除非是我真的受不了了 然後 就站著下課休息一下 因為 我希望兩個半小時時間 就要介紹完這個商業模組 有難度 好 所以回家自己去下載軟體喔 好 好 繼續囉 來畫面就用一下 不 接下來我是要請你們看講義 來 所以我畫面我先不缺 其實我這邊稍微補充講一下 你可以 你可能要稍微先知道一下 什麼是看數據 好 所以請你稍微先看一下我們的第一頁 好不好 你看這張圖其實 以前很多人就會講說 這個大數據是什麼 三個V 四個V 五個V 現在 從歐巴馬提出來 第六個V 他說 他是黑金 他真的是判斷一個國家 並不願意去開放自己所有的資料 的一個民主現象 這都已經變成一個可能 可能是可以做研究分析了 那像例如說 現在很多的單位 他們把自己的資料去開放出來 但是是用付費的方式 所以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現在我們應該趕快開始收集資料 這個資產重不重要 重要嗎 好 我舉例來說 好了 這個城市中的私校經營的困難度 或者是心酸值不值得我們來去研究 聽得懂嗎 你覺得在一個國家很重要的都市裡面 你覺得那個校地位 什麼什麼 這些特色請問是一般國立大學所登輪的嗎 沒有 所以拜託你們趕快做你們的資料 這樣可以了解 做完資料之後 要不要做資料清理 要 好 就來看這些資料 最重要 我只希望請你們看到三個字 你不用去背什麼 這個資料有多大 什麼會產生多少價值 你要看到的只有三個字 Big Data 最有關係的有 Storage 這沒問題吧 這 Storage 應該非常好理解的 第二個 技術 等一下我會一直告訴你技術 再過來它是有分析的策略 它的分析策略 這時候你就可能會去要理解到 為什麼我不用 Excel 而要用 Power BI 這樣可以了解嗎 它的分析有很棒的地方 我們今天說的操作 大概就只有三到五個步驟 你就做完了 但是中間的觀念 那是很多的 好 所以我希望你記住的 到底是什麼 什麼資料很大很大 或者是多樣性 進那些 我覺得還不如你就記一下 哇我今天我學到了 Power BI 什麼東西 還有各位在座老師 一定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你可能現在 Table BI 還比 Power BI 還熟很多 你不要到時候混搭你喔 我要告訴你 這邊的視覺化做的比Table好很多 那是因為你Table不熟 這邊 Power BI 能做的視覺化 Table都可以做 這樣才是對的 聽得懂嗎 而且它可以做的更好 我只能這樣告訴你 我只能這樣告訴你 好 那有了這些基本觀念 我請你記那三個字 所以我現在就要逐一跟文獎 那除了Storage Storage 下午你會更有感覺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看一下 這個畫面就用一下囉 這邊 功能區 好 這我想沒問題 這Power BI的一個是說 功能區 再來這邊有什麼 有報告 有資料 還有模組 模組就是關聯 關聯 好 這邊我就把它叫做一般工具 一般工具 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是要去畫視覺化 再來它還有畫圖區 畫圖區 我們的整個模組都是建立在這邊 視覺化分析模組 裡面可能會包含 10張 20張的視覺化效果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全部都擠在這裡面 然後要去說明這個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這邊是有看到三選 這個叫三選 這個叫視覺效果 這個叫做藍位 不曉得各位老師有沒有興趣 我們到時候就來看一個什麼 Tabular與Power BI 比比看 因為你們是先了解Tabular 很少有這種單位 大家都是先了解Power BI 尤其公家機關 公家機關不會開那個付費軟體的課程 好 那這邊比比看你就會知道說 我因為有了Tabular 如何快速上走Power BI這件事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功能區 第二一般工具列 第三 視覺效果 畫圖區 篩選區 然後視覺效果區 然後欄位 那什麼叫做藍位 簡單說 它就是我們資料裡面有很多很多藍 所以大概了解了這個內容之後 我就先把我們的資料先取得進來 取得 取得在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它其實這個資料夾分成上面跟下面 上面 點它 其實它就是直接打開這個取得資料的視窗 可是我建議各位 我們常用的這邊分享 它會在下面這個控制 例如說我們可以取得Excel資料 可以取得文字檔的資料 取得資料庫 資料庫 C2 Server的資料 就是經常可能會有的資料來源 它會在這裡面呈現 可是有沒有可能要取得的是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 或者是資料夾 或者是臉書 它就會放在像臉書 它就會放在其他 可不可以來自於GA 可以 可不可以來自於IG 都可以 因為現在那個社交軟體 它其實是互相去串聯起來的 但沒有LINE 因為美國不流行使用LINE 可以了解 所以這裡請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不管怎麼樣 我們的資料是一個文字 就是CSV 所以請點這個文字CSV 所以一常用 二取得資料裡面的文字CSV 然後我剛剛下載下來 請各位老師下載下來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也有五六百米港 五六米港 所以還蠻快可以下載下來的 所以請各位老師都下載下來 放在下載裡面 當然你也可以再把下載裡面的檔案 放到你的隨身疊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C疊 不過我們剛剛沒有做 所以就直接點選下載裡面 這個檔案開啟 然後接下來請注意 如果說現在你預覽看到的這個內容 是萬馬 例如說 因為在座的老師 像我們 我覺得 有的老師他可能會 研究什麼 同緯度 國家的什麼經濟分析 同緯度 所以他可能會取得資料 要同一個緯度上 所以他可能會取得 例如說歐洲地區的 美國地區的 這樣可以了解 所以他可能會拿到的是 不一樣的編碼方式 編碼方式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看到亂碼 你可能要去查評一下 你的資料的檔案原點 要不要去做改變 你別問我 你直接去問Google大神 如果你翻去阿拉伯 這個國家的經濟 那你可能取得是他們的資料 這個時候你一定要用正確的 阿拉伯文的 什麼相關的編碼方式 好 那我們這邊只會有兩種 一種是BIG5 一種是UTF-8 BIG5是本機 自己這台電腦 創造出來的 Excel檔案 或者是文字檔 你都是產生一個BIG5 可是如果你是從網路上 它先放到網路上 再讓你去下載 它可能是UTF-8 大概就只有這兩種 反正你只要看到亂碼 你就把這個檔案原點 調整 調整 在這個地方 你就只有從BIG5 改成UTF-8 大概就是這兩種 那因為現在沒有亂碼 所以我就不用調整 點選 載入 然後接下來它就開始去載入 把這個檔案全部都載入進來 然後接下來這邊這邊 欄位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欄位 例如說資料表叫什麼名字 然後欄位名稱叫什麼名字 這邊有看到資料表叫 美國超市銷售資料CSV 下面有非常多的欄位 可以嗎 這就代表說我把資料載入進來了 好請你們現在動手 就有點像取得檔案 好我再口述 帶你們做一次 第一點選常用 常用 第二點選取得資料 取得資料點下面那一個 然後點一個叫做文字CSV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要去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請問下載好了嗎 放進去 放進去 我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繼續 等一下我再幫你改語言 好 畫面就用一下 您看一下 我現在要跟各位先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剛剛在這邊一張圖都沒畫 好 可是我會希望說我們要了解 我們要做的是一個 經營管理的一個問題的討論 舉例來說 好了 我這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產品 你覺不覺得我產品 假設有200項產品 我是不是應該要隨著哪個產品比較好賺 我就去生產它 我就去設便它 我就去打廣告 對不對 那如果說比較不好賺的產品 我們是不是就想要把它怎麼樣慢慢的去淘汰掉 或當做是贈品 對吧 那這麼多資料 我怎麼會知道誰賣的好 誰賣的不好 這樣可以理解這件事 除了我們現在拿到這個訂單資料 我可以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還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舉例來說 請問有沒有可能可以去做客戶關係管理 可以嗎 我這裡面是不是除了有那個產品 我也有這個客戶 客戶名稱 客戶名稱的管理 我要知道大客戶是哪幾家 有沒有隨著各年在改變 我們到底現在 跟這個大客戶的關係是怎麼樣 是我們要被動出擊 還是要主動的提供我們產品的目錄 這就是客戶關係管理所在談的事情 請問一下 老闆可能更關鍵的是 我到底現在賺多少錢 所以即時的獲利資訊 是不是老闆現在更關心的事情 好 這樣大概可以了解 我們可以分析好多事情 那我們今天舉一個例子 我現在總共有多少筆資料 我總共有9994筆資料 有看到嗎 好 那我們有我們的訂單 訂單 我們先彈序一下 訂真 我們的訂單 它是從2015年開始 一直到2018年 就是2015到2018年 我所有的訂單在這個地方 我想要知道 這個產品的獲利 產品的獲利 這邊不是有產品名稱嗎 獲利 然後去 那個 了解說 這個產品獲利 哪一個產品獲利高 哪一個產品獲利低 然後我們要去調整 我們公司 要不要去再生產這個產品 好 那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 比較的基準 是不是以獲利率 來去做比較 而且這個獲利率 應該要隨著時間的推移 產生不一樣的獲利率 然後來去修正 這才是一個公司所謂的經營管理 對不對 對 好 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就是我要先把問題先找出來 我要先去做建模這件事 就是我以獲利為基準 那我是不是要先算出來 各個產品名稱它的獲利 好 首先 首先 我們要先做建模這件事情 你們應該可以接受 我們要講到函數這件事 我不講到函數這件事情的話 我根本就沒辦法體現 大數據分析在做的事情 好 所以在建模的過程 就一定要用函式 好 就是還是要寫一點像程式的東西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產生一個資料 我要去做一個建模這件事 算出各產品的獲利 所以第一件事情 在這個空白的地方 產生資料表 這個資料表 這個資料表 第一個要放的就是產品名稱 那我們的產品名稱這邊是不是還蠻長的 然後字是不是小了一點 所以建議各位 建議各位 就是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勾了資料表 各位資料表其實就像Excel 就像Excel 然後接下來 我是不是勾選了這個產品名稱 好 那這個這個產品名稱 我想直接 雖然只有做兩個步驟 是不是就做完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字太小了 這個視覺效果 我資料表 視覺效果 太小了 所以這個裡面的字太小了 所以我就點選 視覺效果裡面的格式 不是欄位 這個視覺效果 剛剛是不是選擇了資料表 下面有三個 第一個欄位 第二個格式 第三個分析 這全部都必須要交 而且都非常重要 好 這其實很像那個 Mark Tabular裡面的Mark 因為Tabular幾乎都是用英文 所以Power BI 全部都是用中文 所以可能在這個地方 我們稍微知道一下 好 延選格式 格式裡面 我們是不是這個字 這個字 你覺得它是一般 還是樣式 還是格式 還是資料行標題 還是值 公布檔案 這個 這個叫做 資料行標題 所以我可以把資料行標題 稍微設大一點 那就把這個字 稍微設大一點 好 設成14好了 這次就叫 產品名稱 再來 把這個資料行標題縮小 有沒有值 值 值就是這一個 可以了解 所以點選值 然後請把裡面的字型大小 稍微設大一點 如果是英文 你就非常容易去理解 好 所以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點回去欄位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把那個 這個產品 產品 稍微 放大了一點 方便大家來去觀看 好 請你們現在動手 去做到這個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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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概就是三到五個步驟 對不對 你大部分時間要聽我講的那個觀念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你們知道嗎 我要建模 建模你們知道是什麼 簡單說機器學習裡面是不是有 Paste to Data 訓練資料對不對 我現在其實要為資料進去 我現在在建立我那個利潤模組 的那個模組 好 來畫面借我用一下 那請問一下 我是不是要去算獲利率 就是我是依照這個產品的獲利高低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 應該先比較簡單讓你們可以懂的方式 我就先把這個產品的總 銷售額算出來 對不對 再把總獲利算出來 然後兩個數值相處 我是不是就算出來獲利率了 對不對 這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第一次見面 一下就直接開始 我就直接算獲利率 哇可能有些人聽不懂 可是我拆解 我想各位就聽懂了 獲利率怎麼算 我小的小朋友只要學過廚法 他就會算 可是我現在我們用大數據分析來 拆解讓你了解 怎麼算出來這個產品的總銷售額 算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這邊只有一張資料表 滑鼠右鍵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請點選新增量值 那你一定會問 為什麼是點新增量值 不是新增資料 不是什麼新增快速量值 請注意 當我們今天如果要算的是一個值 還是一整行值 如果我們算的是一個值 我們就用新增量值 請問你 總銷售額有幾個值 一個 總分多少分只有一個 請問你 明是要用新增量值還是新增資料行 資料行 可以嗎 更多的細節 麻煩你去看我別的課程 好 我這邊我們只能快速告訴你 快速告訴你 我把各位定義在 你已經會使用Table 可以了解 就是我們那個程度應該不是 不是從那個基本的開始學起 所以在這邊你大概知道 這樣子一個區分就可以了 好 我們來去看一下 這個地方 所以我要算這個產品的總銷售 所以只有一個值 所以我們要新增量值 把數右鍵點選資料表 然後點新增量值 然後請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要用簡單的數學 談是 那個這個叫總銷售額 產品總 我建議各位這叫做 產品總銷售額 這樣會比較好 請問 產品總銷售額跟整個公司的總銷售額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來去看一下 那使用的函數 請問 加總的函數 以色料裡面我們用什麼 SUM 對 SIGMA 就是你以色料裡面用什麼 這邊也就是用那一個 好 我建議各位 打SU 然後接下來用方向鍵去找 就是我不要請你們背函數 因為你打字打越多 越有可能產生錯誤 所以最好是用選擇 所以先輸入SE 然後這邊從上往下來去看 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個SEM 好 就方向鍵移下去 可以吧 接下來他就把所有的欄位都呈現在這邊 請問我是不是要方向鍵往下選到什麼 銷售額 因為我要算的是總銷售額 所以當然我要去選擇的是銷售額 這個CAP鍵當作是它的計算的參數 這就叫參數 前面這叫函數 這個函式我覺得叫函式會比較好 函式裡面的參數就只有一個叫銷售額 記得這邊結束了嗎 沒有 那是因為我們少了一個右瓜糊 有看到 所以輸入這個右瓜糊 這邊是不是看到了 左瓜糊跟右瓜糊是對稱 而且韓式結束 下面是不是就沒有那個韓式的提醒 代表我成功的完成上這個韓式的使用 Enter 接下來我有了產品總銷售額 是不是應該放在這張資料表打勾 我現在在建模 為了方便我稍微把它拉上來一點點 因為它有時候會擋到 這個地方會擋到 可以嗎 好 所以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了 就是這個產品 它的銷售額 有看到 每一項產品的總銷售額 是不是都呈現在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所講的是 你不要輸入總銷售額 你輸入總銷售額是指這一個數字 你們了解嗎 是不一樣的數字 總銷售額是2000多萬 這邊呢 總獲利 總銷售額是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兩百多萬 那這個單一產品的總銷售額 你看有的25塊 有的286 有的146 可以了解 所以請各位在把那個欄位 新增量值 建立那個欄位名稱的時候 麻煩請各位用正確的名稱 然後自己算出來的 它會用兩個不同的圖示 一個是什麼 計算機 一個會用一個像資料欄 就這樣去讓我們一看就知道 它是有差別的 好 請你們現在動手來去 要不要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蠻簡單的 通常就是有人會拍 有學員在學的時候 他會拍下來 我打的這個韓式 千萬不可以用打字法 因為我也不會幫你去看 哪一個豆胖沒打到 或者是幼花粉沒打到 請你們現在動手來去做 產品總銷售額 請問 請問有產品總銷售額 還有產品的總獲利對不對 各位老師 不要因為打字影響到我們的課程 你可以打英文 你的程度很夠的 可以了解喔 好 不要 蛤 那你可以舉手啊 對不對 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現在要講的是 現在要講的內容 跟剛剛產品銷售額的內容 是一模一樣 對吧 只是換一個參數 做要趕快講 可以了解嗎 我就可以再去協助更多的人 了解喔 如果真的在跟不上 我就會把我做完的成品 放在隨身碟 拿給你 你就直接把它開啟 不要為了打字 但是 我現在要解釋的 不是你打不出來的問題 我現在要解釋的是 這套軟體是否 是否會吃很多記憶體 尤其是 對軟體中文非常不友善 可以了解嗎 不是你打不出來的問題喔 知道嗎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打不出來 就請打英文字 好了 滑鼠右鍵 做法跟剛剛都一模一樣 一滑鼠右鍵點這邊 然後接下來新增量值 然後接下來第三件事情 請把這個值換成 例如說 product profit 可以了解喔 product of product 好 那當然 當然你可以打中文 最好是打中文 產品總獲利 然後接下來 我只是再做一次 用什麼函數 su su 然後接下來喔 不要再打字了 上下方向鍵去找 然後 cab 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要去找 獲利 所以 由上往下 找 獲利 cab 然後再接下來呢 在接下來要打什麼 右瓜骨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對稱 它是一個對稱 現在這個符號在這邊 它是一個對稱 那我們是不是要去找一個 右瓜骨 右瓜骨這邊是不是就對稱了 然後接下來 enter 現在做法是不是跟剛剛做法 一模一樣 只是換參數 好 然後 請打勾 可以嗎 我現在又有時間來去看 協助一下各位 來 請各位 動手來去做 產品總獲利 如果 如果現在你的電腦 如果你現在電腦 因為你要知道 不只是 我們這間教室還可以做 Adobe公司的軟體教學 它可能應該是需要讀寫 好 我們等一下要畫圖 它都是需要讀寫的記憶體 可是因為 當你記憶體被耗用光的時候 它就不讓你打字了 不讓你在做下一件事 這樣可以了解 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再逐一去解決 我解決方式怎麼做 為什麼 請你等我們下課之後 你們再來談 可以嗎 這樣聽得懂 因為我不想把這麼寶貴的課程 輪為什麼 電腦處理課程 聽得懂 所以請你稍微諒解 這個過程 我都遇過幾百遍 絕對不是只有 只有在這個學校是這樣子 因為公交接管店 都不會買獨立形式堂 對 可是你覺得畫這些圖 需不需要讀寫 這樣理解 我們等一下我再逐一來去解 因為我覺得你這些 絕對做得出來 好不要急 可是請你給我時間 你知道我的時間值得到12點半 所以我要是沒有跟你講這些 沒關係 你到時候就用LINE 找我為你的朋友 我們有更多時間在一對一的交講 可以嗎 那我們繼續 對囉 獲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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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獲利率怎麼算 法屬右鍵 金正量值 我相信各位應該可以理解 獲利率 就是產品的獲利率 就是產品的獲利率 產品獲利率的計算方式 請問 請問是不是這個數值 被這個數值 這個數值是分母 這個數值是分子 好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撇 來呼叫 一撇就是呼叫資料表 一撇就是去呼叫資料表 可是你一定用好多問題要問 我這邊我只能告訴你 這邊如果你不搭配任何函事 你只能用自己剛剛手動建立的 自己剛剛手動建立的 只有產品總銷售跟產品總獲利 因為剛剛我們做新增量值 它不會建立在這個資料欄位裡面 不會建立在資料表裡面 我先暫時先介紹到這邊了 光這邊要讓你真的懂的話 可能也要花一點時間 我們現在 這個是不是產品的總獲利 選到它 可以把鍵 控一格 我喜歡在運算符號前後都控一格 我喜歡在運算符號前後都控一格 你可以不控 然後接下來 一批去呼叫另外一個總銷售額 好 然後在這個地方有產品總銷售額 然後 Enter 我重點是要這一個 這個產品獲利率 我是不是都算出來了 你覺得這個產品獲利率 當作是我這個產品到底要不要再繼續去設計變更 要不要打廣告 這是不是很重要 對吧 好 我要建立這個模 而且這個模會隨著我們 可能近幾年來銷售而去做改變 可以了解 因為你不能一直停留在一支產品獨大 好 所以這件事情麻煩請算出來 好 然後我就準備建模結束了 就是 決門先做到產品獲利率 等一下 因為這個答案我要給你們了 因為已經有幾位同學做出來跟我答案不一樣 好了 請各位看一下這邊 請各位看一下這邊 因為已經有同學這個地方算出來是800多 那我必須要再花時間來去解決這個不可思議的現象 可以嗎 我們先 大部分我們都可以算出是正確的 我們先繼續走下去 可以了解喔 還是我們要不要你們給我兩個小時我來去解決那個問題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 我們真的應該算出來 請問獲利一定低於銷售額對不對 對吧 那如果說今天有負利 有比銷售額高 這都是我們必須要去積合 然後去看這是不正常的現象 可以嗎 所以真的建議各位 就是說這套軟體 我不知道說在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 出現了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 是可以相信這套軟體 我們要繼續往下走 好我的意思是要告訴各位 就是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 例如說總銷售額是200多萬 然後這四年來總銷售額200多萬 總獲利是20多萬 好 有這樣子一個情形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大概就是10%的一個獲利 好 甚至到像珠寶可能有 3040甚至更高的獲利 好 不過我們現在繼續來看一下 就是總獲利是0.12 這件事情呢 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把現在這個檔案 把現在這個檔案 來去繼續做所謂的一個產品的分類 例如說 例如說 我們的產品獲利 最高的最高 有看到高到0.5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差不多是 大概是0.4以上的 當作是一個公司 公司最主要的獲利 可以嗎 這代表說有高的獲利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有沒有看到 例如說有0.2以下的 0.2以下的 0.2以下當作是什麼獲利 這個0.2以下的 就當作是低的獲利 然後 然後再接下來 再接下來 如果說它是負的 負的 我們就叫負 利潤 可以嗎 就是我現在大概把那個利潤 區分為這幾種 可以了解 因為真的有一些它是負利潤 我們也會希望了解這些沒有利潤的 它到底是什麼產品類別什麼子類別 或者是我們把那個 或者是我們把那個 希望把那個負的利潤 假設我們這邊不算的話 那可能我們選擇的就是在 可能0.2以上 然後0.06到0.2之間 跟0.06以下到0之間 如果你不算那個 負的話 可以嗎 可是事實上這邊就是有很多負的 所以 怎麼樣先去把產品類別建立出來 請問 在這個地方 我要去告訴他 這個產品是什麼類別 是不是用 所謂的 是不是應該要用新增量值 就是每一個產品它都會產生出一個分類 好 所以用新增量值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改成 產品分類 產品利潤分類 所以我們的利潤 第一個 我們用 我們用 衣服這個函式來分類 好 邏輯值 一撇 是不是有這個 產品的 獲利率 如果是大於 0.4 我就給它 高利潤 這個 豆號 這接下來呢 還有 if 一撇 一撇就是去估叫 這個獲利率 大於0.2 豆號 然後 然後 這個叫做 一般利潤 然後 再繼續區分 F 一撇 然後 總利潤 總利潤 接下來如果是 大於0 大於0 大於0的是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等於0其實也不好 好吧 那就加大於等於好了 這個叫做低利潤 或者是 或者是什麼 沒有利潤 這是負利潤 負利潤 我是不是想要知道說 我們公司的這個 產品啊 它的一個分類情形 好 請問是不是要用柚瓜糊 要幾個 再一個 又瓜糊 反正就要到最左邊這邊就對了 還要 再一個 這樣可以了解 好 這個是 衣服的使用 衣服的使用 我相信真的在座 很多也都可以打算 但是要真的麻煩請各位 等一下去幫忙協助 然後我會把這個檔案先做好 然後接下來最後就是 勾 產品 接下來我就要勾 產品利潤分類 這個打勾 然後這邊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大概知道 這是高利潤 你再把它稍微拉下來一點點 一般的利潤 再把它拉下來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成品在這邊了 好 這邊它顯示就會比較慢 這邊是不是就開始低利潤 那當然還有什麼 要是小於0的話 這些都是負利潤 因為我們現在要去 等一下到時候 我們就是要視覺化 就是這些 產品 然後我們再決定下來 哪些產品是客戶最愛 然後哪些客戶 這個視覺化分析 這樣可以了解嗎 我要建立的就是這個模型 好 那我就先把這個檔案 儲存起來 麻煩請你們先動手練習檔案一下 先不要問 先不要問我這個問 我要先去產生新的檔案給 有些有問題的感覺 各位要理解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我把產品名稱 建立好了產品利潤分類 因為這件事情 本來我是不知道 現在是不是知道 對不對 現在我知道這件事 這件事情它會隨著 會不會隨著我們 產品的總銷售額 以及產品總利潤產生變化 會 而且我們未來也希望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公司不可能 永遠只生產 就是說這個產品獲利最高的 這個產品 就年年都是生產 這一個為主 就是發行這一本書 會理解我現在說的意思嗎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去觀看一下 有了這件事情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要先把它把它怎麼樣 匯出 匯出 然後我們這個就叫做 產品的利潤 所以我就直接打英文 獲利P Profit of Product 可以嗎 就產生了這一個檔案 剛剛這一個資料表 我就直接匯出了 它叫做 P of Product 然後全檔 可以嗎 我是要告訴各位 你以後你要做資料分析 你可能還會分析什麼 例如說 那個家種 所有產品的銷售家種分析 你可能還會去做很多種 例如說客户的分類 對吧 你不是只有這個資料 不是只有分析這件事 好 那我們接下來 點選 我是放在下车裡 全檔 所以請你們跟著 一起來去做一下這件事情 最困難的路我們走完了 然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就是說我們的數據 要一直滾動 一直在那邊產生變化的 你一定要看到那件事情 繼續 我發現 無差米輸入法 是造成輸入的問題 這是我的結論 不過這跟我們課程也沒有關係 好 我們繼續來觀看一下 請問一下我剛剛產生的這一個 P-O-Product 就是產品利潤分類 對不對 這張資料表 對於它來說 它其實是外來的資料 我要把它匯入進來 所以 繼續取得資料 取得 剛剛我取得的一定 剛剛我產生出來一定是CSV檔案 所以點 文字CSV 重新再到下載裡面去把這一個檔案叫進來 P-O-Product 然後點選開啟 因為它是CSV檔案 所以你看 這邊是不是就只有那一二三四五五個欄位 然後接下來再點什麼 載入 所以這邊我就變成到時候會有兩張資料表 所以 因為你要知道我們在做資料分析 其實不可能永遠都只有停留在一張資料表 我們會有可能不只一張以上的資料表 這個時候呢 這兩張資料表 這兩張資料表 必須要產生關聯 那 現在 現在的軟體 現在的軟體都已經幫我們建立好關聯了 你根本這邊連做都不用做了 為什麼 因為P-O-Product裡面是不是有所謂的產品名稱 然後美國超市銷售資料裡面是不是也有產品名稱 可以嗎 所以它已經自動把欄位相同的自動關聯起來了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你要去分析 買東西到底跟天氣有沒有關係 請問你是不是有可能再去 氣象局去下載每一天的天氣狀況的資料 對吧 做法就很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然後你要記得產生關聯 那個關聯是日期 對不對 因為你要分析就是說 銷售行為到底跟天氣狀況有沒有關係 可以了解 我只是大概要告訴你現在我們在做的事情 好 所以其實你只是在做什麼 取得資料裡面的什麼 取得資料裡面的這個文字 CSV 然後再把這個檔案從下載裡面叫進來 好 請我們現在動手做一下 好了畫面就用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畫圖了 我們畫在這一張 所以請點加新增頁面 這邊我們就先畫第一張圖 請問一下我們在做這個產品分類裡面 我們應該要先知道幾個很重要的資訊 像例如說總銷售額是多少 總利潤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會先放一些指標性的 因為我們最後做完就是一個大數據分析模組 好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先放總銷售額 請先用卡片 只要是指標性的 大概我們都會用那個數值 然後接下來 那總銷售額 我們一定都是在這張圖裡面來去畫 這張美國超市裡面請選銷售額 我們這邊是不是就可以算一下200多萬 對不對 好 那建議 建議在我們畫圖的時候 用一個就是畫板來去吸附 所以在建議 建議我們這邊 我們有一個叫做檢視 檢視請把隔線打封 還有貼其物件 因為我會覺得說 這樣子畫 大家畫出來那個版型會比較 比較不會卡來卡去的 好 然後這個字 這個字 例如說我現在畫兩格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字太大了 稍微把它變小一點 等一下如果說你格式做不出來就算了 好 這個格式不太重要 就是我想要把這個值 這是卡片 卡片裡面的值稍微變小一點 所以請問你我應該動什麼 我覺得把這個值稍微縮小一點 那它會不會放在一端裡面 或是 被疊標籤 或是 好 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 稍微縮小一點 因為我要這幾個數字 可以嗎 就是它這就叫類別標籤 類別標籤 如果你沒有辦法呈現的關係 你要不要移過去它就會告訴你 我在座也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我換參數而已 碰排的地方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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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碰排的地方 二 卡片 然後把它翻到 我喜歡這樣左右並列 指標籤都放在一起 三 利潤或獲利 獲利打勾 四 請把格式 資料標籤 稍微縮小一點 可以嗎 286個籤 這是外 就是美國他們的習慣 請你們現在動手來去做 兩個卡片 對 接下來我要去做產品分類 對吧 我們 產品分類 可是這裡面坦白說 這張資料表 這張叫做美國超市貨品分析裡面 有沒有產品分類 沒有 因為剛剛是用新增量子做的事情 這邊都不會有 所以 沒關係 我已經建好模了 我要把那個類別放進來 透過關聯的方式放進來 放到這張資料表 美國超市 所以 記住喔 請你不要在這邊點滑鼠右鍵 不要在這個P of product裡面 點滑鼠右鍵 你要在這邊 你要在美國超市消貨資料 這邊點滑鼠右鍵 意思就是說 我要在美國超市資料表裡面 新增資料行 所以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新增資料行 然後接下來 這個資料行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Esser裡面的Vlookup 好 在這邊我是不是叫做 那個產品利潤分類 二 因為這個名稱剛剛用過了 產品利潤分類 是用新增量子做的 這邊現在是用新增資料行做的 韓式不是Vlookup了 這邊你要是以資料喊收 你就知道一定是用Vlookup來做 但我們這邊不是了 我們用的是R-E 是用Related R-E-L-A-T-E D Related 而且 記住 這個Related 是過去式 那個D是代表過去式 為什麼用過去式 你一定要先建立好關聯 好 TAB鍵 然後接下來它只會呈現另外一張資料表 因為你是資料表 關聯資料表 對不對 關聯是資料表 所以它只會呈現另外一張資料表 這張資料表是不是美國超市資料表 然後另外一張資料表 是不是P of Product 好 接下來我們要選哪一個 產品利潤分類 TAB鍵 右掛幅 然後 Enter 你看這邊 是不是這張美國超市的資料表 每一筆訂單 他都會帶進來產品利潤分類 這樣可以了解 這個產品利潤分類 絕對會隨著P of Product 資料改變和改變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 一個學習重點 你一定要能夠掌握 因為最後我們應該沒有時間了 我只是要告訴你 你那個P of Product 會不會要再放什麼 2019年各產品的總銷售 總獲利 然後獲利率 要吧 對不對 一放進去之後 它一直在 資料都在產生變動 那個時候 我只要做一件事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這張資料表匯出 然後 這張資料表 做常用底下的重新整理 就整個都算完了 可以了解嗎 你現在可能沒辦法去理解 但是等一下我們實做 你就會知道我再講個意思了 好了 我剛剛 一 這邊 法屬右鍵 新增資料行 記住 記住喔 是在美國超市這裡面喔 法屬右鍵 新增資料行 二 我輸入的內容是這樣子 就是relate 然後變成relating 可以嗎 好 請你們現在動手來去做 最後一個這個函視 所以我要去做客戶的分類 產品的分類 好 那個產品類別圖喔 通常 通常我們一定是用圓形圖來去畫 所以你就點圓形圖 請問這叫圓形圖 這叫環圈圖 其實意思是一樣 我覺得圓形圖會比較合適 圓形圖 所以我請注意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點到它再點圓形圖 不行 這是一剛開始喔 那個 你會覺得好像 這是比較討厭的地方 記住喔 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再點個圓形圖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選什麼 產品、利潤、分類 對不對 2 2 2喔 不是這一個喔 這個是另外一張資料表的量值 它只有一個值 我這邊是全部都有了 請問一下 你覺得我在這裡 這裡 我應該把這個產品利潤分類 是值才對 對不對 就是我要去計算說 那個產品分類有出 例如說好了 高利潤有幾次 對不對 這樣了解嗎 所以 意思就是說 這兩個都要放 所以我們把產品利潤分類 放在這邊 既要放在圖裡 也要放在什麼 值 而且它會自動把這個值 呈現為什麼 計算次數 因為它是文字 文字只能計算 次數 所以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一般 就是我們 對 其實我應該再畫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總共有多少個產品名稱 對不對 然後這產品名稱裡面 其中 30 這個 高利潤 這是我們關心的 高利潤大概有多少 這邊 19.12 可以了解 我現在要講的是這件事 而且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要去做大數據分析 你看 我點一下它 這上面的數值是不是產生變動 對吧 我點一下它 這上面數字是會跟著變動 那請稍微思考一下 這是不是銷售 這是不是利潤 那我點了一下負的利潤 負的利潤是灰色 是這個 這個顏色 好我點它 你看 這邊是不是又出現 就是那些所有負利潤 我點一下 它是不是這邊就呈現出來了 我主要是要講這件事情 大數據分析在做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好 那重點是請你等一下點這一個 高利潤 好我再重新講一次 原型圖怎麼做 原型圖 我現在是不是要先產生一個叫 各產品利潤分類圖 各產品利潤分類圖 所以在這個地方 原型圖點一下 接下來呢 請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它這邊圖利要放的是 產品利潤分類2 還有值也要放利潤產品 產品利潤分類2 然後這邊的值 它會把它變成一個計算次數 可是這邊重點不是那個次數的計算 而應該是那個百分比 原型圖要看得就是在百分比 好 你覺得這家公司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策略應該是要怎麼樣 減少這一塊 對不對 負利潤我們一定要減少的 增加這一塊 對吧 如果你是老闆一定是這樣想的 請你們再動手 畫原型圖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這個2015年的獲利 2016年的獲利 2017年的獲利 2018年的獲利 可以吧 可是通常我們在做大數據分析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它的變化 變化 什麼叫變化 就是說 這個獲利 我把值改成總計百分比 接下來我們來去點一下這個高利潤 這個高利潤 這張圖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你要去了解 這才是大數據分析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做法很簡單 1. 空白地方點一下 2. 群組直挑圖 3. 我勾的是什麼 我的軸是日期 你自動把日期打勾 4. 值 是獲利 它就會放到值這邊 5. 請把值換成這個 將值呈現為總計百分比 請問是不是五個步驟就做完了 可是我們現在要說明這個故事 舉例來說 高獲利是在逐年增加 這才是正確的 這家公司有在管理 有在做這件事 請問一下 潜色是不是平均 平均的意思 各位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這個 這個 全部 全部 在2015年所佔的 平均利潤 可是 如果我們現在去看 這一個 這一個 高利潤 高利潤 有沒有看到 前面比較少 比較少 比較少 這邊 持平了 然後 這邊 超過平均利潤 這代表什麼意思 過利是越來 高利潤的產品 一直在逐漸增加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 這家公司一定是有這樣子的政策啊 你覺得 你覺得這家公司不在意這件事嗎 不可能 那我們來去看 負利潤 負利潤最多發生的是哪一年 2011年 這樣可以了解 然後呢 然後 有沒有看到2018年有在下降 2017年 十零 請你不用太在意那個數字 你要看懂 你現在要去呈現出來這個數值 要告訴別人的故事是什麼 可以嗎 你當然 如果你真的要呈現這個值 那 你這邊是不是也有這些值啊 可以去呈現 可是 最重要的重點 你是 一邊點 一邊告訴別人 你的故事 可以嗎 好 五個步驟 請你們來完成 群組直條圖 可是這樣故事還沒有講完喔 因為 你還要最後說明說 是什麼類別 是什麼紙類別 是什麼產品 他的獲利 他的獲利 表現情緒 這才是 最後要講完故事的重點 請問一下喔 請問一下 我們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其實 我就不從這邊把資料叫進來的 我自己在這邊 重新去算 獲利率 直接去重新算獲利率 滑鼠右鍵 新增資料行 我想把每一項產品的獲利率都算出來 所以獲利率的算法 獲利率 為其他 自願 容易出現問題 獲利率怎麼算 我現在就遇到跟早上同學遇到的情侶是一樣的 所以我打不出來 所以我就只好打英文了 好 好了 我先存檔 我先把它存檔 然後關掉 然後關掉 存開 我們稍微等一下再下課喔 因為這邊要 這個 結論就是 全部圖要報 我現在要去做獲利率 把數右鍵 新增資料行 直接在美國超市裡面去做喔 獲利率 獲利率怎麼算呢 是不是我的 是不是我的獲利率 除我的銷售 這邊 這邊 又要再花時間在跟你講 為什麼 不用把它先加起來 好 好 所以 我在這個地方 我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做一個卡片 卡片 卡片 就是獲利率的卡片 然後直接 把這個獲利 rate 2 打勾 但是 請你注意 這個獲利率 不可以用加總 一定要用平均 對吧 因為 我的意思 然後最好是把這個值 把這個值的呈現用百分比 好 回去再做這件事 我現在重點 呈現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主要是要告訴你說 你看到在那個高利潤 高利潤是這一個 點它 高利潤 我們算出來的 平均的表現是 43.21 可是 如果是 那個 一般利潤 一般利潤 是什麼顏色 藍色 23.5 然後 負 低利潤 低利潤是 你看 這個 低利潤 低利潤是 負的 0.21 那如果是 負的 利潤 負 26.98 好 我主 主要是要告訴你們說 我們當然 我們當然 是要把這些 高利潤的產品 把它給做好 但是 因為 我們 要去看 它到底是什麼 類別嗎 這邊我只是在描述問題 描述問題說 你看我們有 產品的利潤 它的表現是怎樣 接下來 我這邊 我要呈現的是 產品表現 所以空白的地方 點一下 請做這件視照 空白的地方 點一下 然後 產品 我們是不是有 產品的主類別 跟產品的子類別 我們先講 產品 主類別的 群組直條圖 然後 接下來 再把 這邊的一個 利潤 利潤 和獲利 打勾 獲利的這個值 麻煩請 把它改成 總計百分比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想要知道說 這些高利潤 這些高利潤 是在公司裡面的 主要類別產品嗎 對吧 我當然要知道這件事 那 付的利潤 是在什麼 還好 還好 我們公司產 這種東西產的很少 可以了解嗎 我主要是要強調 講一下 去知道說 這個高 高獲利是在 哪一個 產品類別 這件事 請各位 去畫 這張圖 一 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二 群組直條圖 三 產品的類別 它就會放在軸這邊 四 獲利 它就會放在值這邊 五 請把它改成 改成什麼 總計百分比 好 請你們現在動手做一下 我們預計40分在下課 因為我們還有一張圖要畫 至少要講到那個地方 請問你們這樣大概可以了解 大視訊分析 要發現什麼問題 然後接下來 我們用什麼手法 來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視覺化分析 然後跟別人去溝通討論 然後最後 可能老闆會做出一個結論 既然是在 我們的那個 負利潤都在什麼 Purniture 家具類 乾脆我們就把家具類怎麼樣 平產 或者是去調查一下 為什麼客戶 退貨率這麼 退貨這麼高 什麼之類的 一定有原因 可以嗎 我應該點這張圖給你們看 我選擇的是什麼 你就算沒有按照我那個順序點 它都會自動幫你辦 自動幫你放置在適當的位置 可以嗎 我還要再講一張圖還有一個觀念 我們才下課 你們下午有繼續延續嗎 畫面再繼續借我用一下囉 好我們現在去觀看一下 你覺得這樣故事就講完了嗎 我只告訴老闆說 老闆我們的那個technology 公司主要的類別是技術類 然後我們的獲利主要來源 也是技術類 尤其 尤其在2018年表現更是如此 這都是很棒的事情 對不對 可是這樣故事沒有講完 你只是告訴老闆一個大方向 那你覺得老闆會不會再繼續追問 既然你已經知道是technology 我們公司technology很多產品 不可能只有一項 因為一個類別裡面可能有很多子類別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再繼續畫子類別 舉例來說 在這個地方 我們畫點別的好了 畫這種圖 這種圖 肉的圖 當然 當然我建議各位 老闆他是金魚的頭腦 你不要給他太多資訊 你給他太多資訊 到時候也只是砸你自己的腳 這種資料圖是最容易讓老闆看懂的圖 那就是你應該使用的圖 你不要去把它做成很多種不同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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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換成什麼 換成什麼 總計百分之 我們現在看到了什麼事情 就是 我們的高利潤 高利潤點下去 可以發現 可以發現 在2018年 所以擋錯鍵按住 2018年 然後接下來呢 主要的 高獲利的來源 高於平常的表現是 technology 所以擋錯鍵點 technology 有看到嗎 這樣子切片分析 然後結合佔比例分析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在負印機 以及這個叫做 machine 機器 這邊的表現是比較好的 誰比較不好 Phones 電話 可以嗎 這樣重要 重要吧 可是畫圖不難 你覺得我是不是應該還要呈現 呈現 例如說Copies Copies有很多的產品名稱 對不對 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產品清單 前五項或前三項就好 然後把那依照獲利率高低 抬出來 讓老闆看 對吧 這樣子 這樣子老闆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如果 如果你要把這件事情還要結合 還有地區 國家 這都是很棒的事情 對不對 這才叫一個完整故事的一個講解 好 那我就請你們自己來去先坐到這邊 然後記得把它儲存起來 等一下 這是什麼 不是 不好意思 我這邊一定要先講到一個階段 它在這邊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 你的那個 大數據分析 的視覺化分析 你不瞭解 它在做什麼 瞭解嗎 所以再稍微等我一下 你現在不要做了 因為等一下下午 我會直接給你們做好的檔案 好不好 不是 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先把那個觀念先掌握 掌握了以後呢 我們日後還有好多時間 可以互相再去討論 好 各位 各位 我要切換畫面 先不做 因為我們一直在重複做很類似的事情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 現在我們要先稍微有一個Ending 我要告訴你 我這邊為什麼用群組織交圖 只為了讓老闆 非常簡單點幾個案件 就可以產生出來 我們要表達的事情 這是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重重量 很重要 因為真的 你要是要跟校長 能夠一年之中 跟他口頭報告幾句 你是不是應該要把 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資訊告訴他 這樣可以理解我現在說的事情 那這麼多圖表 我也可以把它換 換成這個方式呈現 哇 他就會說奇怪了 一下我要轉過來 一下我要 這不是 甚至有些人 他就會想說 真的 我現在 我現在 一下看正的 一下看橫的 這樣 在陷阱 其實不好 現在把它改成顏色 這都可以做 這樣理解我現在說的意思 可是 我們現在先把那種 很重要的資訊告訴老闆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好了 請問一下這樣子的一個視覺化 可不可以把問題給呈現出來 然後接下來我們告訴老闆說 我們高獲利集中在 2018年這邊 technology 然後 我們的那個 COPIS 它其實是表現很好的 我們應該要把這一類的產品 打廣告 讓別人愛污集污 或者是再做改良 而不是把那個機器 機器來去做調整 那我們剛剛做的這件事情 早上做的就是 第一 建模 建模 請問你有可能現在的資料到2018 有沒有可能再把2019年資料放進來 有可能 放進來之後 到時候這裡的產品的總銷售會不會改變 一定會 總利潤也會改變 獲利率也會改變 所以在這個地方產品分類也會隨著改變 改變之後記得要做匯出 匯出完畢之後 在我們的這個資料表裡面 因為你已經產生那個檔案 它所有檔案的關聯都已經建立好了 所以你只要點常用底下的重新整 這些圖會全部改變 會依照你剛剛新的那個模型 然後產生變化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就是大數據分析 我要告訴你們的一個重點 我們早上講的這個檔案其實我也有放上去 所以我想繼續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後面還有幾張圖 可以嗎 這個文字探勘就請你們回家的時候 各位老師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真的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是可以合作的 例如說好了我們就講說好了 有錢人會不會比較容易生病 我問 因為他可能有錢 有錢人會有養生 你們應該是 就是 我們學這裡 是 給我的感覺是 商學院多 對不對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 醫學 現在都在研究跟 例如說天氣 PM2.5 AQI有沒有關係 難道不能研究說 跟到底有沒有錢 有關係嗎 當然有關係 好 很大關係 例如說 常常去 每年去美照做健檢的人 他到底生病的情形是怎麼樣 對不對 好 反正 反正希望大家建立這個知識庫 一起來去成長 好我們現在去觀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早上 早上做到這個地方 我們 我們繼續來觀看一下 這個 這個我就把它刪掉 沒有 這個只是我想要去說一件事情 像這張 這張 分解數 因為剛好有老師來詢問 他就問我說 這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只是告訴他說 其實當我們來看 這個主要獲利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情形 這其實是不太好看的 這個是 所有的主產品 它在那個 產品主類別裡面 Office Supply 所佔的比例 是比較高的 然後 接下來 這個比較高 這個 這個比較高 然後 來看一下 對比 另外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所影響的比例 相對這兩個 是差不多的 為什麼看它 主要就是 因為這裡面 它所佔的 影響是比較高的 好 主要類別是在這裡 跟公司的那個 最主要的產品 是一致的 接下來呢 這邊有沒有看到 他這個 辦公室用品裡面 是不是還有紙類別 跟什麼是有關係 跟paper 跟紙張 紙張 是比較有關係的 這樣了解嗎 這只是 當我們在做分析的時候 我們可以 讓大家知道說 到底什麼類的產品 它的一個變化情緒 這個就是 這張圖 所呈現的事情 可是 我還想要跟你們 再分享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Power BI 它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叫自動分析 順便跟你講一下 這邊是不是有看到 2015 2016 2017 2018 我們看到 它的一個利潤 利潤是在逐年上升 那逐年上升 很棒嗎 可是 你不能講說 老闆 我們公司獲利逐年上升 結束 不是 你應該要這樣呈現 所以 假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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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把它不要用 這個 這個 值 我不要使用GP 百分比 我又沒有任何計算 它是不是逐年在成長 成長 然後接下來 我只看這2018年 分析 它有一個叫說明增加的情形 什麼叫說明增加情形 它就會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個 產品 誰 有增加 增加 多少 還有類別 它就會告訴我們說 那個 哪一個類別有增加 你看一下 在這裡 在這裡 它是不是告訴我說 如果說 我們現在去看 2017到2018 獲利增加了14.24% 然後接下來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在說什麼事情呢 紅色是減少 紅色是減少 然後 那個 這裡是在指那個城市 城市 有這四個城市 明顯的在下降 可是有Jackson這個 這個 城市在上升 拉下來 這邊告訴我們就是說 那個 以州 這是以州來去看 哪幾個州在上升 哪幾個州在下降 反正裡面只有三種顏色 一個是藍色 是 總計 然後 綠色是增加 紅色是減少 這個土黃色是其他 其他 什麼叫其他 就是 這邊是不是有四個城市 這邊有一個州 美國有51州 那這就是剩下那46個州 全部加總起來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家公司的獲利 主要來自於華盛頓州 加州 紐約 還有Ohio 那減少的是維吉米亞州 他只是在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 你根本什麼事情都沒有算 你只要算出來這個獲利 你就可以有這樣子一個很多故事 講給你的老闆聽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自動分析 好 那我想繼續我們來去畫 畫什麼圖呢 這張圖不能再小 最多就只能這麼小 那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還可以 有產品 喔對 我要列出來 最高獲利 然後再 Technology 最高獲利 然後 Ctrl鍵按住 Technology 然後 接下來 Toffice 我想要知道 這邊 那個 產品名稱列表清單 因為你是針對那個產品名稱 來去做分析的 所以你就會希望知道那個產品列表清單 所以空白的地方 點一下 資料表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 我第一個就是放產品名稱 一定是放這張資料表裡面的 產品名稱 然後接下來 產品名稱 我們是不是會順帶的去顯示它的獲利 它的銷售額 它的獲利 然後還有它的產品 產品 利潤分類 高利潤 還有它的原本 原本在建模裡面 建模裡面的利潤 所以我叫做三了 對 我取名叫做三 好 來看一下喔 我現在是要講說 我們 但是我排列順序 我以它 來做排列順序 好 我們 這個實在太 太殘了 所以我把它縮小一點 等一下你們要做出這張資料表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件事情 點它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要去看高利潤 高利潤 高利潤 然後呢 那到底高利潤裡面 我們大概依循著 公司 產品 主要類別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然後 接下來 Ctrl加安住 點 Technology 因為 Technology 是我們的獲利來源 我當然要看它 然後接下來 Copies Copies Ctrl加安住 點Copies 因為 這是 Technology裡面 Copies 是最主要的獲利來源 這一看就看出來了 然後 接下來 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 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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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類型 都有差別 一個獲利是 204.55 等於說 賣一台 賺一台吧 可以嗎 那 那當然 你去看一下 如果是這邊 如果是這邊 那我們在探討 是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到底什麼產品名稱 應該趕快下架 不要再賣了 對不對 所以 負利潤 這邊 一定是點這一個 Ctrl加安住 點它 然後 接下來 是不是要點這個 Table Table Table裡面 負的最多的是這一個 所以這 所以這是不是要趕快 欸 對不起 這 這個負利潤 才4.75 等一下 這應該 為什麼 不是顛倒 不是顛倒 因為 因為 這下面還有 因為我的 那個 利潤的基準 是什麼 由大到小 對不對 沒錯啊 這邊 這個還是由大到小 所以這邊你就要 編倒過來看 所以這一個 Bavis 什麼 長條狀的 會議桌 可以嗎 這個 必須要趕快停產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覺得 這些 這些的資訊 是要做出來 然後提供給老闆 來去參考的 而且 而且 越賣越虧 最好 最好在這個地方 加一個 趨勢線 趨勢線 一加入 然後 我再給你們看 剛剛 剛剛這一個 可以了解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趨勢線 意思就是說 什麼 越賣越多 好 所以 其實我只是希望說 告訴你們說 當我們今天去做一個 視覺化分析的報表 是要讓我們可以快速的告訴老闆 一些故事的真相 這就是 這就是 49號分析 在告訴我們的事情 所以 我 澄清的 希望就是說 我們 課程 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要去跟你講 如何 去呈現 我們先建模 然後把這個問題 我們先去算出來 我們進行了一個 產品的分類 依照利潤高低的分類 分成四個類別 這四個類別裡面 我們當然要告訴老闆說 哪一個類別 哪一個產品類別 對於公司的獲利是有大的幫助 接下來哪一個類別 對於公司那個負的利潤是有受到影響的 然後我們應該針對什麼子類別的什麼產品來去做調整 那也有人會分析說 這件事情在美國、東、西、南、中、中央區 它的一個影響程度 對不對 這也很重要 這不是說 這一定是有地域關係的 地、城市關係 好 那 再來就是下午的主要課程是跟各位介紹這個資料探勞 這個文字探勞所扮演的一個重要性 它是可以集結我們一些智慧 我們對於一些就是說 那個用詞 用詞 用詞的一個差異性 舉例來說 那個 經常做捷運的 不對 應該這麼說 臉書 臉書 講實在我們來去看 有人到臉書喜歡 哪裏有什麼美食好吃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想去搜集說 到底在介紹什麼食物 這都是可以經過這個文字探勞去調查出來的 反正就是在講一件事 就是啤酒跟尿布 類似這樣子的問題 需不需要擺在一起去做銷售 那我們全心的期待 如果您對於這方面是有興趣 那我們就好好的去應用大數據的技術 完成它 以上是今天這個文字探勞工作坊的內容 期待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後續啊 你可以加我的LINE 我們上面不是都有那個 我的聯絡的方式嗎 對不對 有我的LINE 微信 好 我中午看了一下 蠻多LINE的訊息 但是 還不知道有幾位老師 那個 都加入為了 好 不管怎樣 來日方常購會遊戲 祝福大家每天都 平平安安靜見堂堂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您寫信啊 或者是那個一對一的交易討論 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